那除了要检查登录 那我们还要检查 它有哪些参数是必须的 我们可以想想 那它既然要投票 给一个什么呢 Answer ID 你要给哪个问题投票 那除了这个呢 它投的是什么票 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 那也就是说有两个参数必须要检查 如果没有RQ ID 也就是说Answer ID 或者没有什么呢 RQ Vote 如果没有RQ Vote 那又返回什么呢 Status 还是等于0 Message 就等于 ID AndVote Required 那到了这一步 我们还要检查什么呢 检查这个用户是不是已经投过票了 说到这里 我又想起了一点 对吧 想起一点 User Answer ID和Vote 这三个的组合 必须得怎样 它必须得唯一 一个用户对一个问题 只能投一次票 是吧 只能投一次票 也就是说 你不可能往这张表里去 存相同的用户 在相同的问题下 投了两次票 这个不合理 要么它就改掉 说它投了个赞成票 然后它取消了 然后又改成一个反对票 但是它不能说 投了个赞成票 然后又投了个反对票 赞成票和反对票同时存在 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那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直接在数据库上 把它给限制了 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RQ Table unique 有一个方法叫unique 然后unique里头呢 可以传一个数组 就是说 有哪些字段的组合 必须得唯一 我们说user id 还有answer id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vote user id和answer id vote 这三个呢 连接起来 它必须得唯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migrate artisan migrate 怎样的rollback 是吧 rollback 好的 我们再migrate一下 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检查 我们先把这个注释写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它稍微有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 会用到一些 larva的新的方法 和一些新的概念 所以我给它注释一下 我们说 检查 此用户 是否相同问题下 投过票 先把这个问题找到 而是answer 就等于this find find什么呢 rqid rqid 先找到这个问题 再说 找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呢 这个问题它不存在 返回的是no 那么可以给它 返回一个错误 让它知道 这个问题不存在 answer 如果没有 那就返回什么呢 status 0 message 什么呢 answer not exist 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存在 不要投票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执行到这里呢 就说明问题存在 那我们可以找一下 这个问题下 它有没有 投过票 那怎么检查呢 answer 我们说users 这个时候呢 这个users 它就返回的是什么呢 larva 它是个belongs too many 它返回的是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里头呢 有一些方法 还比较好用 我把这个桥段吧 这里 这有一方法 叫做new pivot statement 那这个方法 有什么用呢 这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 让我们进入到 我们这张表里 就是中间的这张表 连接表里 然后去进行操作 现在呢 等于说 我们操作的 就是中间这张表 中间的连接表 那我们说where user id 等于什么呢 session user id 还有一个什么呢 where answer id 是吧 answer id 等于什么呢 rq id 然后count 或者直接给一个什么呢 first 是吧 first 其实它也只有一个 我们用的first 只是为了取出它第一个 那其实它里头 如果有 也只可能有一个 因为我们在数据库里 这里就限制了 是吧 unique 它这里只能出现一条 它只可能有一个 找到这条数据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叫vote 就等于这个 因为vote在我们的 这个中间表里存着 所以我们之后的操作 都是在中间表里 vote 就等于 我们把这个 先成这样吧 好的 那如果 ifvote 如果有vote 怎样呢 vote delete 把这个vote删除了 再给这个用户 新建一个 怎么新建呢 直接answer users 我们可以attach attach 这个userID就行了 user 就是当前用户的userID 就可以了 userID 那等于说 这个userID 传进去之后 它最后作用到哪里了 它跑到哪里 它跑到这里了 那这个answerID 什么时候指定呢 我没有指定啊 那其实 这个answerID 其实已经指定了 它就是在这里 thisfind 这一条语句的时候 已经告诉leravel 它的这个answerID 也就是answerID 已经被存到这个实力里了 这个实力底下 有一个方法 叫users 它返回一个关系 然后通过这个关系里头的一个方法 attach 把这个关系 它连接起来 用userID 如果大家觉得这里比较复杂呢 那这个问题本身 它的嵌套比较多 所以感觉复杂 而并不说leravel 把这个东西给它复杂化了 那这个也是我目前看到的 解决这种问题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attach 然后怎样呢 返回 status 1 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吧 试一下这个 vote api 我们说vote 然后我们直接给 它说login required 我们还没有登录呢 但是我们现在是task2 用化ID为5 好的 我们来刷新一下 它说ID and vote are required 我们给个ID 不给vote ID等于 等于2吧 我之前有测试过 ID等于2 它说ID和vote 是吧 还是ID和vote 那我们再说一个vote 等于1吧 等于1 status等于1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看这张pivot表里头 有没有我们的内容 slot off from answer user 有一行 那么这个pivot表 第一个ID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是吧 它是自动生成的 而且这个ID 我们一般也用不到 我们看第二个user id 就等于我们当前登录的 我们登录的user id 是为5 没有问题 answer id 等于我们这里指定的 在这里 ID等于2 在这里 那vote等于0 vote等于0 我们的vote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这里 没有指定vote 它等于0 也是有道理的 是吧 因为我们在这里插入的时候 attach的时候 我们仅仅attach了一个user id 我们没有attachvote 它vote的数据类型呢 它是integer 那如果我们给它insert一个no 什么都没有 那它就把它转换成0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因 那怎么把我们的自定义自断的数据 添加到这张表呢 用我们lareval里头 这个attach方法 我们可以传第二个参数 是吧 vote等于什么呢 rqvote 不管它用户投的是什么 它转换成这个就行了 那我们说是int 那如果用户这时候 他投了一个 他说vote等于1000 怎么办 那我们只有两个值 那我们还要在这里判断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vote 给它改一下名字 不能让它冲突 voteins 是吧 voteins 那我们把这个vote再上头 它指定一下 判断一下vote 就等于什么呢 rqvote 如果rqvote rqvote小于等于1 赞同票 如果小于等于1 那么这个vote它就等于1 否则呢 它就等于2 就等于2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直接怎样 它把它这个vote添加上就行了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刚才这个vote添加了 但是它没有插入到数据库 再来刷新 好的 它说called undefined method delete 那它这个voteins 没有这个delete方法 那我们先把这个first方法 它去掉 直接用delete 也就是说 不管它有没有找到 是吧 不管它有没有找到 它直接delete 如果没有找到 delete这个方法 它会判断 如果它的结果为空的话 它直接就返回 闹了 等于说它没有做任何操作 那如果有结果的话 它才会去删除这个结果 如果 如果 投过 投过票 如果投过票 叫清空 删除 删除 投票 投票 删除 投票 结果 结果 是吧 如果投过票 就删除 投票 好的 那一是赞同票 给个一为 赞同票 赞同 是吧 二 反对 是吧 反对 好的 那我们还给这里给个一吧 赞同是吧 刷新 我们来数据库里去看一下 数据库里我们说 answer user 它这个vote就变了 它vote就变成一了 vote就变了 而且呢我们发现它也只有一条数据 只有一条数据 那如果vote 给它给个二吧 反对票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它这个vote就变成二了 那么answer id它改一下 改成一吧 id 给一 好的 那现在这个数据库里怎样 应该有两条 是吧 应该有两条数据 好的 它有两条数据 vote也等于二 好的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既可以统计一个问题的票数 也可以统计是谁投的票 在什么时候投的 它也更复杂一点 我们把这个注释一下 投票 投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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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连接 表中 增加数据 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通用 API vote 啊 的